柯刚正义持续延烧 甚至发生学生闯教育部遭逮捕的事件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表示 柯刚正义不是教育部长可以决定的 行政院长何总统应该要出来表态 关于柯刚的问题 既然牵涉到这么多争议 其实早就行政院长总统要出来表态的 那也不是教育部长一个人的死亡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柯刚不是教育部长就可以决定的 谈判12年国交时 就牵扯了很多争议 柯刚问题更是已经牵扯到重要政策 这种东西就是 不是蓝力对决 大家也知道这就是意识形态 所以有时候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坦白讲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要保持正常实在是蛮辛苦的事 而这次中正义分局长 下令逮捕学生 记者 柯文哲没有在第一时间 说要陈处中正义分局长 柯文哲认为 这是他自己的一种进步 等警察局的正式报告上来再说 不管你心里面怎么想 还是要给当事人有一个说明的机会 所以如果 比方说警察局他还没有正式报告上来之前 那我就说我要除问嘴 我觉得这个 不是一个法事国家应有的现象 柯文哲表示 由于警察局是当事人 会按照惯例由副市长邓家基 组成专案小组 把学生记者警方找来了解 在大家都能接受的版本出来后 做完整的结案报告 才知道谁要负哪些责任 不能在媒体的压力下 陈储谁就是不文明的做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爱黄田峰 台湾台北报道